這一題喔 他說六個人去坐船 那麼只有甲乙丙三個人可以供選擇 那麼他講這句話說 每艘船最多只能坐五個人 那請問你總共有坐法 好 這個題目也是一樣關鍵的地方 請問你 到底是人去選船還是船去選人 人去選船 你覺得 船去選人 船去選人嘛對不對 因為你要坐到船對不對 所以請問你 每艘船 可以有其中選擇 六種 沒有喔 如果我不考慮說什麼能不能夠坐人的話 六種 是不是六種 對不對 所以答案應該是 第一個答案 三的 對不起 六的三四方才對 六的三四方才對 所以拿起來去 六的三四方 把它寫一下 那是答五的嗎 沒有還沒講完 是六的三四方 然後還要添加 然後解掉什麼東西 六個人同一艘船 六個人在做同一艘船對不對 所以 我們全部寫一下好了 我們用全部 去扣的東西 六人一艘船的 那實際上 剩下至少 應該會有五個人 可以做一艘船對不對 好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 全部的話多少 全部是 六的三四方 對 對不對 然後解掉 六人一艘船的話 有幾種 加三種 對不對 因為有一二三 三種船嘛 要全部做一號 要全部做二號 要全部做三號 所以解掉三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就等他 等六三四方 剪掉 三 欸等一下喔 脫了 不是不是不是 我講錯的地方在哪邊 你知道嗎 我忘記一件事情了 誰是主角 誰是主角 有沒有可能船沒有人 有 有可能船沒有人 對不對 但是人呢 一定要坐船 所以這個題目呢 又要反過來想的 對 所以應該是 三的六四方才對 所以我講 不會把這個題目 你要想清楚 就是跟我一樣 像我也不會 犯價者說 就是你要搶清楚 是說到底是 以誰為準的 我要講一遍喔 就是 如果 一定要做的東西 那個是當主角 不一定會有的呢 就是被動的 不當配角 會然後 主角是人 對 這題目主角是人 所以單主角 答案就是 三六三九三 所以答案呢 給你 答案是 多少 七二九 七二九減掉三 變成七二六 好 這是第一題答案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是 只能做四個人怎麼辦 只能做四個人的話 你就難度很高喔 扣掉六個人 還扣掉五個人 你要全部怎樣 全部扣掉東西 六個人一艘船的 對不對 六個人一船的 還有呢 扣掉什麼東西 五個人一船的 那我跟你講 五個人的難度很高喔 好 先講一下 全部的話沒有問題 就三的六四方 沒問題了對不對 如果是六個人一艘船的話呢 也沒問題 是三 現在問題呢 五個人一艘船怎麼辦 要滿只有五個人都沒 五個人一艘船 怎麼辦 五個人一艘船怎麼寫 你覺得怎麼寫 嗯 沒有沒有 來我們看一下 如果這裡有三艘船 這其實已經有了啦 這邊 你已經一身船來看好了 已經五個人當一艘船好了 如果是生五個人 要做假船 啊這個人咧 兩種選擇 這位兩種選擇 六個 沒有沒有 我們先選擇好不好 先選擇船的部分 船的話 如果是五個人的話 我問我幾個選擇可以選 三個 三個喔 啊實際上另外一個人呢 是不是兩個 可是還沒結束 誰跟你告訴你說 一定是ABCDE的 所以會有其中選擇 六 會有六種 為什麼 因為六個裡面都有可能 只是自己給我 還有一種嘛 一後五個人一種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辦 他乘上 六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我再講一遍喔 這比較難的意義是在這裡喔 三乘二乘六不難 現在是問問是 為什麼三乘二乘六 我再講一遍 三個原因是因為 我要找五個人裡面 去選擇這三艘船的 其中一艘船對不對 所以有三個選擇 然後剩下那個人呢 就兩個選擇可以讓我選擇 對吧 然後五個乘以六的原因是因為 這六個人裡面呢 你只會要五個 五個一組 一顆一組 就六個選擇嘛對不對 為什麼 如果你EF當成一個人的話 是不是另外五個人 就是一組了對不對 那如果你E當成一個人的話呢 是不是另外一個就是一組 所以六個人 每個人都有一次機會 是自己一個人的 所以六種情形 這樣聽懂嗎 所以答案 好這代表答案 給你 答案是690 這樣子 會啦 OK 好這個你把他寫上去